南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昭玉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知识大天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82页 那么这里讲到三圣共法里面 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 其实佛法的一个核心 就是佛法的一个核心 就是在讲连起 我们必须要知道 你学习佛法最重要的 就是要了解连起 大家设解己的阿含肩里面 主要四大部分 那么第一个就是讲五蕴无我 我们叫做运向焉 第二个是讲六蕴无我 我们看 运运 六蕴 五蕴送运向焉 六蕴送 处向焉 然后另外一个里面主要就是连起 他是杂音送 但是主要就是连起 讲连起四地 那么这三个都是在讲五蕴 那第四个 所以说主要是两部分 一个是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五蕴 那第四个才是讲道品送 道品三十七道品 聚足什么 那么可以证得真理 那运起是佛法的核心 所以见运起敌见法 见法敌见佛 见佛是为了 为了文佛说法 那正入佛所正的法 那什么法 运起法 见运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所以佛说那么多法 他的一个 佛说的这种种法 无非就是要让你 见运起正如我 所以佛法的核心是运起 一运起而正如我 那么无我当然 从五蕴六处里面 因缘合合而有 那么这里来看 那也可以 但是运起 五蕴合合 它就是因缘合合 那运起 我们会比较偏重在于 讲十二运起 无灵运起 情运式 所以就把它分开了 那么见运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见法即见佛 这是一般我们说的 那见佛是为了什么 见佛是为了文法 见佛是为文法 那这是一般的见佛 这是真正的见佛 见法你就见到真佛 那真佛是什么意思 真佛就是佛之所以成为佛的原因 就是佛是什么 佛是觉者 觉悟什么 觉悟真理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缘起 所以阿含经里面 有一个比丘问佛 佛曾经讲多文 什么是多文 怎么样才算多文 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 我们的观念认为多文是什么 听很多 学中文 学中文 学维士 学如来藏 学布派 学南传 学北传 学藏传 所有的经认我都看过 那么各大师讲的我都听 这个叫多文 不是 多文是什么 多文就是 如果我们依杂阿含里面 什么是多文 你了解五欲如我 你听到五欲如我 而且听了之后 你怎么样 你努力修学 那么去证得五欲如我 你听到可以解脱的法 那么你努力修学 独一进处 专心思维 住不放异 就是我们常常讲 要努力思维 专心思维 硕硕思维 然后向解脱 因为佛说这么多法 你要知道那一些阿罗汉 那么舍利佛 也没有听那么多 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很多学的 那些大阿罗汉 很多都不知道 不行没有学到 舍利佛 佛陀的那些大弟子 现在有个去舍论 云且师弟论 大乘各论 他们哪几个人看得到 没有那个都是后来的东西 但是他们都解脱 那么说这么多 那么 只是为了让大家 能够什么 能够离苦得解脱 所以重点是你能不能离苦 向解脱 不是你要学很多 你要听很多 所以所谓的多文 多不是数量多 而是你听了这个可以解脱的法 你一次又一次的 你一次又一次的 努力思维 塑塑思维 专精思维 去达到佛陀要让你得解脱这个目的 所以这个比丘问佛统 什么叫做多文 你听我呢 无运无我 连起无我的道理 你常常想 想清楚 一次又一次的想 这个叫多文 对于你所听闻到的真理 一次又一次的去修学 那么直到你正的结果 这个叫多文 所以我们目的不在于 听我和事 就好像 我们为什么要吃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拿钱去买东西 我们花时间来学习佛法 就好像我们到菜市场 那么挑各种的食材回来一样 你为什么要吃东西 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带给你营养 让你活的不会那么透明 如果你没有营养 你就生病 你没有抵抗力 所以佛法的核心在什么 以苦 释迦牟尼佛已经讲过了 世间因为有苦 才需要解脱 佛之所以出现在这个世间 只是因为 世间为什么会有佛 因为世间有苦 有苦 才会有想要离苦的人 离苦 就会想要就近离苦 那么就近离苦的 离了苦之后 不会再有苦的 那可以叫做佛 怎么样才可以离苦 因为你必须知道苦因 必须知道对治苦的方法 你才能离苦 完全就近了解苦怎么形成 解脱怎么形成 这者就叫做佛 所以缘起 缘起 缘起 五蕴六处 主要在讲 主要在讲 我 真语 那么缘起就在说明 缘起 好 我们现在来看 缘起主要在说明 现在在讲缘起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季是写什么 好 他说 先把人这个季 苦疾相勾禅 始生从缘起 佛说十二支 如辰如果树 好 我们先来讲缘起这个道理 因为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 释迦牟尼佛在捧集书下 夜赌明星悟到 他不是看到流星 他是看到缘起 因为流星化过 他见到缘起 那一刹那他就会到缘起 跟流星没关系 只是那个音乐 就好像 虽然老爷子摔破杯子 见到真理 不道 跟杯子没关系 只不过那个音乐促成 所以佛陀到底见到什么 就见到缘起 所以佛陀见到缘起 就是希达多见到缘起才成佛 所以我们如果见到缘起 见缘起 即见佛 其实这是 建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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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所有的理论 不管你讲古运 不管你讲六处 不管你讲四地 不过 不外乎就是为了让你见证真理 那么不再受苦 因为你之所以会受苦 是因为你不晓得你为什么会受苦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不受苦 所以缘起 缘起主要有两个 一个叫做流转的 一个叫做黄念的 我们现在只要想到缘起 就想到十二支缘起 那是因为用这个方便做解释 那么缘起简单讲 就是在说 生死怎么形成 解脱怎么可能 缘起不外乎就是解说 现有的现象 现有什么现象 生死轮违就有苦 怎么样离苦 就是怎么样得解脱 生死是现有的现象 解脱是我们希望的结果 生死痛苦是现有的结果 所以缘起只是缘起在说明 生死怎么形成 解脱怎么可能 有因有缘世间解 有因有缘世间面 这个世间主要就是有情世间 我们讲一般来讲三种世间 五因世间 五因身心到底怎么形成的 有情世间 六道众生到底怎么来的 那么国土世间 不同的国土 清静庄严的国土 那么鬼道有鬼道的国土 天道有天道的国土 人道有人道的国土 畜生道有畜生道的国土 畜生道里面 海里的畜生 山里的畜生 水沟里的畜生 各个国土世间是不一样的 鬼道的国土 鬼道有情 鬼道 他的五因身心 他的国土世间 五因世间 国土世间不一样 他的身心结构跟人的不一样 人的跟天的不一样 他的国土 他的身心都不太一样 那么 重点就是有情 所以佛法的重心占有情 那有情讲这些做什么 因为重点在人 有情里面重点在人 佛是讲给人听的 那人为什么要给 为什么 因为佛陀也是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缘 说这些佛法做什么 因为有苦 我们刚才讲 因为我们有苦 有什么苦呢 老病死了 验证慧爱别离求不可 那不是我们有而已 所有的友情众生都有 那重点在讲给我们听 因为像天界不一定有五因 到了无色间 根本就没有这个身 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身心结构 那所以五因六处 基本上都是针对 有情众生的人 跟我们来说的 那目的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苦 所以我们要离苦 那不但要离苦 而且要就近的离苦 那个就叫做涅槽 叫做解脱 那你之所以不能解脱 有因有缘世间解 有因有缘你会苦 所以才会讲世间是苦 因为世间无产无产不苦 那么目的是要告诉你 生死怎么形成 生死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我们出生了 活了一段期间又要死 死了之后又要生 生了之后又要死 生死死生 那也就算了 生死死生 如果生是一种苦 死是一种苦 那也才两种 那么只有刚出生的时候有苦 死的时候又苦一下 那也还好 可是问题是 在生死当中 又有很多的苦 这些苦啊 一个接一个 什么时候要来 我们都不知道 要苦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都不能决定 那就这样 生死死生 无穷尽的受苦 过到畜生到里面啊 那个苦很快 很常有 刚出生没多久 出来找个食物 就被人家吃掉了 你作为老鼠 出来找个食物 人人狠打 一下子又被这个五寿夹夹到 一下子又被黏鼠板夹到 不小心被猫碰见了 还要被咬死 这个是动物 动物更凄惨 鬼道呢 也很凄惨 地狱呢 更凄惨 人 还是半苦半乐 那你说生天 很快乐吧 没有错 生天是快乐 但是 终究还是要掉下来 好 那就是因为 这个生死之间 有厌生会 爱别离 求不得 有老病死 种种的苦 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我们 不再这样受苦 这有一点像 你今天头痛 然后明天肚子痛 后天又脚痛 三天两头就要跑医院 就要吃药 你也觉得麻烦 有没有一种药 吃了病 就都不再有病了 不用常常去跑医院 找医生 花钱 花时间 还自己找苦受 找罪受 如果你常常看病的 你就会觉得 有没有办法 让我不要再这么痛苦 一样 如果你了解到 有钱六道的轮回 常常生死死生 痛苦不已 你就会想要找方法 佛陀为什么会有佛 为什么会有佛 那就是因为 他看到人家受苦 想到自己 可能也会这样受苦 在还没 还没 一直相信受苦之前 把这个苦截断了 这一次受完 我就不再受了 所以他是想办法 去了解 痛苦到底怎么来 生死如何 因为生死就代表苦 有生 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讲 生跟死之间 这个还只是人而已 如果三二道那更苦 生跟死之间有什么 如果老病死 愿正慧爱别领求不得 那么这种种的苦 八苦交间 愿正慧爱别领求不得 其实苦很多 这个只是总说 就好像我们烦恼非常多 那简单讲 就是他天赐 但详细来讲 哪有可能只有三条 这只是大 这只是大 总说来说 求不得 那么这些苦 这七种苦 都是因为有这个五蕴生心 所以五蕴赤胜 五蕴无产 赤胜 所以像火一样烧 那么有缘起 主要两支 这个叫做流转 流转是什么流转 生死流转 所以叫做生死如何形成 那么有因有原事间灭 有苦才会灭苦 所以解脱就是苦灭 八正道就是灭苦之道 你这些苦消除了 灭的意思是怎么样 灭的意思就是灭 这些苦消除了之后 不会再有 这一次受完 以后不会再受 如果这一次受完 以后会再受 那个不是 那个是调苦 到天上 你生到天上 你人间的苦 三六大苦 暂时没有 但以后还会有 那个不是灭 那个是扶住 压住 所以要解决 彻底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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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死的苦 你必须了解 到底它是怎么形成的 叫做苦因 苦因是什么 就是急 苦是结果 有因有缘 有因有缘 世间是苦 世间是苦 那么苦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有因有缘 这个叫做急 世间是苦 这是我们现有的现象 这个叫苦果 这个叫苦果 那么所有的这些苦果 一定有它的因 所谓有因有缘 世间极 主要的原因 次要的原因 次要的原因 叫做缘 间接的原因 有因有缘 世间极 好 因为 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我们有生死 有痛苦 我们必须去找到 痛苦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才能消灭它 就好像 你肚子为什么会痛 你是不是喝的 喝的饮料不干净 你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卫生 还是你太过紧张 你必须找出那个原因 你才能消除那个痛苦 所以缘起其实就在说明 生死如何形成 解脱如何可能 解脱就是 没有生死 其实就是没有痛苦 简单讲是这样 好 那 因为我们有苦 我们想要离苦 所以我们必须去探讨那个苦因 那么这个说起来 解脱就是什么 灭 没有苦 灭苦 苦灭的 那么解 有因有缘世间极 那么你要灭苦 也一样 要有因有缘世间灭 所以解脱的方法 灭苦的方法就是道 所以这个就是 事定苦其灭道 所以这个是苦灭 我们叫做灭牌 叫做解脱 那这个就是灭苦之道 这个是行程 极是行程苦的原因 苦是我们现在拥有的状态 生死 好 那佛法把这个 我们叫做缘起 缘起 缘起主要在讲 生死如何形成 解脱如何可能 好 那么这解释这个的时候 阿含经主要是讲 夜感缘起 我们先大概讲一下 等一下再来续讲 因为他这里 陈伯之道 就在讲这个 苦疾相勾禅 死生从缘起 就是讲 生死怎么形成的 那后面就会讲 那解脱怎么可能 生死怎么形成的 这里讲 无名之首父 贪爱之世 爱贼之首世 主要的原因 主因是无名跟贪爱 然后 然后讲这个 三世流转 这个是一 就是解释生死怎么形成 那么佛法里面 讲无名原形 因此是 因为从无名贪爱来讲 这个是主因 然后它是到底怎么形成的 怎么形成现在这个状态的 就从十二支 三世两从因果上去贪 那么 那么你把这些原因找出来 把这些原因去掉 那么 生死就灭了 这个就是后面 灭因灭于祸 祸 祸灭者苦灭 解脱于痴来 现正极灭了 那么 人灭苦疾者 唯有一圣道 三学八圣道 人路灭 就是在讲这个 灭苦之道 就把那个苦因灭掉了 那么用什么来灭呢 用方法 那个就是八圣道 正切的方法 解决掉 就好像你生病 肚子痛 那么你找出来 原来肚子痛 肚子痛是因为我长期太过体脏 那么那个胃产生进来 那么你就用正确的方法放松 音乐放松 或是你的观念 那么你到底在紧张什么 那么把那个阴去掉 那如果是因为水不干净 造成水不会生 你就加个过滤去 把那个大肠肝菌过滤掉 或是你洗手 你那个肠肝不干净 反正你就会找到那个阴 找到那个阴 你把那个阴去除 你就不会再形成那个苦 那佛法里面生死的音是什么 无名跟贪安 那它怎么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你把它去掉 用正确的方法把它去掉 那个叫做苦其灭道 好 那我们现在这里再讲这个问题 那这个其实是 这个其实是佛法的核心 很多人会把成果之道的核心放在哪里 放在大圣三星 大圣三星只是那个 只是学派 部派的 一直整理而已 真正的核心 佛法真正的核心在灭苦 那么大圣之首也叫做大 除了自己灭苦 那么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 也帮助别人灭苦 大是大在哪里 大在无所谨责 不管 不管跟你有缘无缘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都希望能够帮到他 能够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他 能够把自己离苦的经验传授给他 让他也灭苦 大是大在这里 没有简直的帮助一切作分 那个就是慈悲心 大悲心 大圣之首也大 是你不但自己解脱 也可以带给别人 跟你一样的解脱 你不但自己没有痛苦 也可以帮助别人 像你一样的没有痛苦 这个是佛法的大圣的 所谓无缘性 但是重点 整个佛法的核心 其实在弥苦 佛法的核心 其实在弥苦 三生共法里面这边讲的 其实是佛法的核心 就是你怎么样 你解决方式 你解决你痛苦 解决你的问题 一定都要去追查那个口音 小孩子不读书 你不是一直骂他 不努力学习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不要去读书 他有可能去到学校 被人家欺误他不敢讲 所以他不要去 而你不是一直逼着他去 一直骂他 让他去 不是 你要找到那个原因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的痛苦 别人的痛苦 他一定都有原因 这个原因找出来 消除那个原因 所以你就消除那个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讲远起 那我们先把佛法里面的远起 稍微做一个整理 因为远起就是佛法的核心 有因有人世间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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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远起里面 就有四地八正道 那么从远起所正的真理里面 就有三把印 那核心就是我们说过 生死怎么形成的 就是无名堪那 你从无名 无名就是什么 无名不知道无我 不知道远起就是无名 那么远起里面 如果以这里来讲 他则是在讲生死怎么形成 解脱怎么可能 那个就是因果关心 那从阿含经里面来说 就是三圣的 三圣共法里面的核心 我们是怎么形成生死 是这样 生死是一种果报 这个是苦 我们刚才讲 生死就代表苦 生跟死之间禁 愿正为爱别人求不得老必死 三界的众生都离不开 生跟死 但愿正为爱别人求不得 就不定 要看越底下的就越多 越上面的就越少 乃至到无色界 他就只有生死之苦而已 好 那就是死的苦而已 好 那现在 这个苦从哪里啊 为什么会有生死 追查下去是因为业 不同的业就感召不同的生死 那为什么会有业 业又从哪里啊 业又从哪里啊 业从哪里啊 从烦恼来 所以叫做祸 祸是烦恼的种生 那祸又怎么来 怎么会有烦恼呢 烦恼有很多 那烦恼的根源 那烦恼的根源 我们就 按韩经里面 然后现在 现在这一篇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主要是无名跟贪安 那么十二支 追查到最前面就是无名 那有一些是讲贪安 爱 爱是烦恼的根源 有一些是讲无名是烦恼的根源 那么总说来讲无名就一定会有贪安 贪安一定是因为无名 但是十二支元起里面 最前面追查到最前面是无名 但元起也不一定十二支 有一些是以爱为开始 那现在我们综合来说就是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就无名跟贪安 我们刚才讲 佛法其实就是在讲生死怎么形成的 因为那是灭苦 你要知道苦是怎么形成 那么苦的总代表就是生死 从生死当中就有苦 没有生就没有死 没有生死就没有苦 其实是这样 那无名跟贪安 那么从这里来说 那么起祸照焰 感召生死受苦 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那怎么样 所以元起一般 从佛陀讲的叫做夜感元起 这个夜感召生死 生死是这么形成的 所以但是夜怎么来 夜从烦恼来 烦恼的核心是什么 贪爱跟无名 所以要想办法灭除这个贪爱跟无名 那你要怎么考 那如果从无名来讲 重点是无名 什么叫做无名 不知道五印无我就是无名 不知道缘起就是无名 不知道因果关系 这样的苦必须这样去消除 这样的离苦必须要这样的方法 这个叫苦极灭道 不知道事定 不知道因果关系 就是不知道正确的离苦方法 叫做苦极灭道你不知道 那么你用错误的方法 一直要去达成你想要的目的 就好像我们会觉得 比如说你想要富贵 你一直拜财神 可是拜财神不是富贵的因 你一直要尝受 结果你没有发慈心 然后去护身 没有戒伤 那你一直接受什么尝受佛灌 你就会尝受 就好像你要有钱 你没有努力去学习技术 没有富失的因 而且要迁滩 又偷盗 那么你只是花很多钱 去加这个店门钱 百招财猫 火购 然后供养这些 这些黄财神黑财神就要有钱 那个不是因 那个不是因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那么这个叫做戒进去 这个你没有断掉 这个叫做能力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苦及灭道 痛苦哪里 怎么解决 你的问题哪里 癥结在哪里 怎么消除 你不知道 不知道苦及灭道 没有办法用正确的方法 所以 因为这样 那所有的烦恼的根源 所有获得 所有无名康爱的种根源 无名这种不知无我 所以我见我爱 我见我爱 是所有生死的根源 我见我爱 所以前面不是有讲 我见我爱 我慢我吃 见爱慢无名 我见我爱 所以你只要断了我见 你就决定可以准够 决定可以拟苦 所以一切的佛法都围绕在哪里 你去怎么正确我 你怎么消除这个我见我爱 一切的佛法都围绕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以这个为佛法的核心 你怎么修 你都离不了苦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因为我们中国佛教 长期忽略 学习无我 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剥热的气氛 剥热是什么 剥热是智慧 什么智慧 无肉的智慧 什么叫无肉的智慧 我们长期没有 我们只知道 念佛 诵经 爱参 消灾 只知道 只知道要超度冤心在此 不知道要解决 只知道求观音菩萨 我痛苦的时候来帮助我 不知道我痛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要怎么样解决 因为这样 我们长期没有剥热的气氛 文字剥热都没有 何况要怎么从文字起观照 没有观照怎么弃入实相 就是正的我 没有正的我 没有正的我 怎么解决生死的问题 没有解决生死的问题 怎么离苦 就是这样 所以佛法的核心在离苦 离苦最主要的要知道缘起 缘起就是知道苦是怎么形成的 有哪些苦 要怎么离苦 这个非常重要 但我们长期忽略 我们只是更虔诚更专注的 祈求我们的神 我们的菩萨 我们的佛 帮助我们灵魂 我们的佛法变成是这样子 那跟西方人求基督带他上天堂 一上天堂就永远在天堂 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啊 求圣武玛利亚加持 我们在念大悲水 希望大悲水可以消除我们的痛苦的时候 跟西方人喝圣水 有什么差别 好像没什么差别 因为你的大悲水 只是祈求观音菩萨的大悲心 在你的身上产生感应 这跟其他的宗家有什么不同 跟我们去庙里面喝浮水 有什么不同 你想想有什么不同 那佛法 佛法跟外道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智慧 什么叫智慧 知其来 知其所谓的 知道你为什么受苦 也知道你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这个是佛跟其他宗教的教主 跟其他宗教的神 最大的差别 在于什么 智慧 不在于虔诚 不在于专注 虔诚 专注 其他的宗教也有 但是 真正了解 哭 怎么啦 为什么有这种苦 怎么样可以不受这种苦 问题的癥结在哪里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是佛教 特有的 正确 无误 直接的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 那么学习佛法一定要了解 远期 一定要知道四地 就是我们讲苦 其 灭道 现在这里在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而这里才是佛法的核心 那么你一定要知道苦 其 其 刚才我们讲 灭道 所有的问题都围纏这个问题 没有苦 后面的都不需要 没有苦 不需要灭 不需要灭苦 没有苦 就不需要灭苦 也不需要灭苦之道 灭是苦灭 把这个苦灭掉了 灭了就不再起 这个是苦因 形成苦的原因 就是问题的癥结 我们有很多问题 生死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这个经济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太多了 这些 这些问题 为什么形成问题 就是我在里面感受到地下坡 感受被伤害被怎么样 这些都是问题 造成我们痛苦 没有苦 就没有苦 你哪里去找什么苦因 那么也不需要灭苦 更不需要灭苦的方法 你没有病 你找要做什么 是不是 你知道吗 你去看医院做什么 你想要把这个病去除 不需要 所以所有的问题 都围绕这个苦 因苦入道 佛也是因为这个苦 才要寻求解脱之道 没有苦 没有苦 你要解脱什么 是不是 没有人 你说没有病 闲闲没事 去找医生 拿药吃 没有的话 所以寻求解脱 是因为 我们被苦所束缚 被苦绑住 那么一层一层 那么因为被苦 感觉到苦的压迫 所以佛陀讲苦逼迫性 压迫 让我们感到不自在痛苦 所以要怎么样 要寻求解脱 佛陀是已经解脱苦的人 所以他告诉你 此事苦逼迫性 直接感受到苦 还没来 但是 慢慢他要过来 就好像 你被车子 碰到了 会痛 船子静静要来了 你就要闪开 你不要等他喷到你了 你才移开 没办法 已经被碰到 你知道会痛 将要来 火要烧过来了 赶快跑 还没烧到之前 就要跑 已经烧到了 当然要跑 没有烧到之前 也要赶快跑 所以他叫做逼迫性 逼迫 那么此事苦逼迫性 此事苦 你要感受到这个苦 你要了解到这个苦 此事苦我已断 我已灭 此事苦 如因断 如因灭 佛是已经灭苦的人 佛法是佛的经验之台 他看到真理 他知道苦从哪里生出来 他也把它灭掉 他教你怎么灭苦 佛法是这样 所以你学习佛法 如果不回到这个核心 你是要灭苦的 你的佛法 装饰用的 就好像你带念珠 带好看的 庄严用的 一起烦恼 念珠有什么用 如果你带念珠的时候 烦恼起来的时候 这个念珠 没有办法让你清凉 没有办法让你安定 没有办法让你安定 没有办法让你在安定中深情智慧 你的念珠是带给别人看的 要是你有信仰 你很虔诚 你很善良 只是这样而已 带起来好看而已 有意义吗 意义不大 你所学习的佛法 如果不能帮助你疲苦 你学这些作用不大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清楚 我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是要学心神 你为什么要学佛 你可以不学 为什么要学佛 你可以学基督教啊 可以学回教 可以学道教啊 你为什么要学佛 既然要学佛 你又知道那什么是佛 都要学些什么 那我们刚才讲 为什么要学佛 因为我们有痛苦 学些什么 学怎么离苦呢 各位好 那你学了佛 你学了什么 有没有离苦 有没有 没有 那你学了是不是 你有没有学错 学佛 你会感觉到你的痛苦越来越少 你之所以知道你痛苦越来越少 那是因为你烦恼越来越少 其实他就是这样啊 那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只有一个 就是你学错了 你学错了 你 你 佛法是献法热柱 他一定有这一个部分 就是 他不是 不是像我们 好像我们念佛 死了之后才知道 有没有效 有没有效 不是 不是 念佛也不是死了之后才知道 你当下学 你当下就知道 那我们都不是啊 有说过我们 我们的佛法是怎么样呢 只有虔诚跟专注 很虔诚 比如说我送金 不管你送什么金 就是钢金 阿弥陀金 你送金 送很虔诚 很专心 怕一分仙 功德就分散了 怕不虔诚 感应不到佛菩萨 我们就是这样 为虔诚 重在虔诚跟专注 那可是 你之所以这么虔诚专注 是怎么样 希望你感应到佛菩萨 希望功德不要走失 不要走弱掉 所以一步金送下来 我就觉得 比如说送金当中有功德 好 那我就送 虔诚专注就送 送完了之后 一件事 你要送之前 你是希望 他代言 如果 比如说 你的病不好 你有病 那么你就说希望 金刚经可以消灾 听说金刚经威德力很大 所以送了经之后 希望自己的病会好 那你送地藏经 希望你家的猫 往生了之后 可以到好的地方去 你用送之前 你是这么期待 送完了之后 期待它会发生作用 就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我们的佛法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你这样做 到底有没有用 就是我们讲的 你不清不楚 你不晓得这个因 能不能形成那个果 这个果是不是从这个因 你还不知道 但是你希望它是 听说有效 很多人有这样 找不到男女朋友 听说哪一间福仙庙很零 哪一间月老庙很零 就是绑啊 一根线三千块 一条红线三千块 怕因缘不够好 绑个三四条 有钱都绑个三四条 没有钱就只能绑一条啊 你这样 你之所以这样做 你去求财神 希望有钱 你也不确定 我花了一千块 我希望有钱 能不能有钱 你不能确定 有没有效 你不能确定 你能确定的就是 我花了一千块 你能不能败了财神之后 你会不会有钱 你是不确定的 好 我们的佛法很多也是这样 你送心的时候 你期待会发生 会发生很好的功用 但是你不敢肯定 会一定会有这样的效果 是不是 那其实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 我们说过 像喝这一杯水一样 你喝的之前 你不会期待 如果你确定 你第一个先确定 喝水会解渴 是不是 你要 你要喝水之前 你不会期待 希望这杯水喝下去 可以解渴 没有 不会 你是非常清楚 这杯水喝下去 就会解渴 喝的时候 不会很专注的喝 他 他没有专注 水就解不了渴 不会 佛法就像这个样子 你很确定 所以你要确定 所以他一层一层给你确定 苦 怎么啦 你的口渴假设是一种苦 苦怎么啦 缺水 缺水 缺水就要找水来喝 很简单就是这样 你的苦从哪里来 从夜来 夜从哪里来 从烦恼 你就要消除烦恼 你的渴 之所以存在 产生你的苦 那是因为你缺水 从水来喝就好 如果你喝了不解渴 你不要怀疑 这个关系 喝水不能解渴 你只会说 我喝的不是水 好 你的佛法 之所以不能让你疲苦 你之所以学佛 学那么久了 你还有痛苦 你学的不是佛法 你学错了 你喝的水不能让你解渴 你喝错了 你喝的不是水 很简单的道理啊 你不用虔诚跟专注 你只要确定 要喝之前 确定你喝的是水 就好了 你找到真正的水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你找到真正的佛法 确定 这个是你要学的佛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 学佛的人 他中正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 缘起 缘起是佛法的弗性 生死怎么形成 解脱怎么可能 你要弄清楚 你什么都不清楚 就清楚 人往生要送地藏经 你命中要找人助念 然后 这个 这个 有什么求的时候 就求关于菩萨 身体不好 要送掉世界 你就只知道这些 但是 送了之后 身体会不会变好 你也不敢肯定 念了地藏经 能不能超度 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不晓得超度的原理是什么 什么叫超度 谁需要超度 谁能超度 刚才讲超度就好了 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中国的佛教 大部分的人都在做超度 但是我们说佛法都是清楚的 绝 你如果要做超度 你首先要知道什么叫超度 就好像你要学佛 你要先明白什么是佛 怎么学 学些什么 学了做什么用 我学了之后 有没有用 这个你是要反复厌见 你要知道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不是正在学法 不清楚 你苦 你要知道苦怎么来 有哪些苦 它怎么形成的 我要用什么方法解决它 用了这个方法 有没有效 你都要知道 那你学佛一定要明白 我们讲超度 什么是超度 什么叫做超度 怎么超度 用什么来超度 为什么这样超度 可以超度 谁需要超度 谁能够帮人超度 用什么方法才可以 为什么 就好像佛陀要找解脱道 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到 没有 他先去修禅殿 大家说这样可以解脱 他修了 人家跟他讲 你这样就解脱了 他发现不是 没有 后来一修苦行 大家跟他说 大家都这样修 也大家都跟他讲 这样就有效 他发现也没有 这个就是佛跟外道的差别 外道认为 你就做 做完了 就解脱了 这样就解脱了 你就念 等到你死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了 所以你什么事都能做 就在家里好好念佛 你什么道理都不明白 就只知道 你这样念 死了 要死之前 阿弥陀佛我会来接你 这样不叫做学佛 你只知道事情发生了 在家里赶快送金 你只知道问题来了 我有乐仗 赶快拜仗 拜完仗 问题就没有了 真的吗 不清不楚 不知道缘起 不知道苦的缘起 不知道灭苦的缘起 不知道苦怎么灭 不知道那个因缘 我们现在要用佛陀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凡事要清楚 念佛知道为什么要念佛 怎么念 念的做什么 念经 知道为什么要念经 念的是什么经 这个经讲的是什么道理 我为什么要念经 念经做什么 你是清楚的 就好像你喝水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喝水 喝水做什么 我喝的是什么水 我喝了水之后 解决了我什么问题 这个你是清楚的 我为什么要吃饭 我为什么要读书 凡事 你都知道它的缘起 知道它的因果 你如果能够这样 我告诉你 学习佛法不用太久 不用学到非常多 那么多经论 什么道理都懂 不需要 你懂根本的道理 我们做了很多 这些事愿 那些事愿 这个唱 那个唱 这个尖 那个尖 这个菩萨 念过那个菩萨 我们天天都在做 求佛 而不是学佛 求菩萨 而不是学菩萨 念佛 求佛 成不了佛 解决不了痛苦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即使是释迦摩灵佛 他要解决痛苦 他要解脱 他也要知道苦因 也要用对方法 才能灭苦 如果释迦摩灵佛 像外道一样 只知道一直做 一直修 修到底 修到死 就对了 现在没有佛 是不是 他也修苦行啊 六年 如果像外道一样 你就继续修 修到最后 你死了 你就解脱了 一样 他也不问 为什么这样可以解脱 他是一面修 一面发现 我受苦 好像也没有灵苦 他才是舍弃掉的 用另外一种方法 那我们什么时候问过 我们这样修 到底有效没效 到底作用在哪里 功德在哪里 你什么时候问过 你只是很虔诚的 希望他有效 如果没有效 那大概是我夜葬中 我多拜几次就好 佛陀如果我也这么想 现在没有佛 大概是我受的苦还不够多 六年可能不够多 可能要六十年 现在没有佛 你想想 你是用外道 你是外道 那还是佛地子 佛地子 佛地子跟外道最大的差别 就是 清除 有智慧 明白 不是无知 不是无理 知道问题的核心 知道现在有什么问题 知道问题的癥结在哪里 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难 他照着这个方法去做 这个是佛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 我们先下课一下 我们先下课一下